大姐領獎 弟弟也沾光 領到一套制服 一家人走過火災困境 現在更懂得珍惜 所以你們看到這個 是從心去減救過的 那所有東西都無視力 所以我們現在從 三年年的減救完以後 從心開始 很多老師就是結束過線上 會比較仰賴 在這個就是線上走 就是常常叫我們回家 做簡報 做報告 然後我都用這台電影 他整個他也不會到我們家裡去 所以他也 大時候他就講說 我一定要考一個公立學校 來減輕家裡的人這樣 優秀的謝同學 今年剛考上中山醫學大學 一路走來感謝生命中的貴人 不管是什麼事情 就算遇到困境也會感恩說 要是沒有這些人幫我 可能現在會過得更不順利之類的 對啊 就是在面對每個問題的時候 都會去感恩 不只是金錢上的幫助 多年來的用心陪伴 是無價之寶 不要真的 就是很多路都是 實際的師姐跟師兄們 這樣子慢慢帶著我們走出來的 真的是 就是把我在成長過程的時候 得到的幫助 再回饋給之後 那些也在成長的人 大約新聞珍珊美志工 溫橋好 呂貴述 張美志 桃園報道 聊天